当台湾机车大厂还在拼老命,生产水冷单钢速可达的时候,中国大陆机车品牌真的生产出有史以来第一辆,搭载直列四缸引擎的仿赛机车,它的引擎实际排气量来到了443cc,能够爆发70匹的马力,而且最低只要人民币35,800元,折合台币只要15万5千元。 它就是这次在2023年北京摩托车展览会上,真的出尽风头的凯越450R跑车,谈到搭载小排气量四缸引擎的重型机车,在90年代宏吉一时,可说是日系各大车厂的兵家必争之地,但因为成本极高,因此到了2023年日系车厂也只剩川崎推出,有着最大马力80匹的Kawasaki Ninja XR,但它的售价几乎是中国大陆国产车型价格的一倍,接下来就来仔细了解一下, 这辆中国大陆首不值列四缸仿赛跑车,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,前不久凯越正式将这款仿赛车型,从420R改名变成450R,这不是像台湾某些300cc黄牌重机根本就是虚报排气量,凯越450R是真的扩钢到了443cc,主要是为了增加低速扭力,因此将活塞形成拉长,最高转速虽然有所下降,但是低扭增强30%来到了39牛顿米, 一口气达到了70.7匹的最大马力,虽然比不上同级的日本川崎ZX-42,但可别忘了这可是中国大陆第一辆直列四缸的仿赛重机, 至于在售价上,凯越450R标准版是人民币35800元,性能版则是人民币39800元,高配版450R搭载了凯越自行生产对象四活赛卡前,前后KYB全可掉避震器,智慧型仪表,TCS防滑系统,而且还有弹射起步以及单向快排,这配备的确相当有诚意, 但如果以低配版本售价折合台币15万5来说,至少也搭载了单向双活赛卡前,普通仪表跟不可调整的避震器,至少TCS防滑系统依旧保留, 但说真的从外观来说,凯越450R还是难免给人一种印象,那就是远看很美,近看就会发现这台重机的不足之处, 例如内部的线路布置不够细致,车架的焊接细节不够精巧,而且这外观简直就是学自意大利超跑重机品牌杜卡迪, 就连头灯上方的英文字样位置都一样,但至少中国大陆国产机车品牌,真的制造出了最高转速可以达到16000转的四缸重机, 并且凯越450R还是中国大陆首款配备冲压进气的车型,虽然要在时速150公里以上才能增加3匹的马力输出, 但这样的动力已经是中国大陆同级重机最强的存在,真的让人见识到中国大陆车厂的研发能量有多快速, 要是在台湾的车迷朋友有机会用台币15万5000元,买到直列四缸的凯越450R跑车, 那您愿意尝试看看吗?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,感谢您的收看,也请继续关注中天车想家频道,我们下次见! 最后找到我们了!